中日两国 一带水 自古以来 两国人民关系老好了 日本基本以崇拜和敬仰为主 尤其崇敬汉唐文化 自诩是汉唐文化的一波传承者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 建武中元二年 公元57年 日本开始向汉朝进攻 由此可见早在汉朝 中日就有了交流 由于日本生存环境险恶 资源贫瘠 日本谋求发展只能向外侵占掠夺 中日古代著名的战争事件有 唐朝的白江口之战 公元663年8月 元朝的元日战争 1274年至1281年 明朝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 打航路开辟后 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 逼迫当时的清政府和日本不得不革新图下 分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和违信运动 由于朝鲜的特殊地理位置处于中日俄之间的 歇行地带 日本要保证所谓的立线不得不控制朝鲜 而当时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 中日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中日在朝鲜的冲突先有将滑倒事件 后有人武兵变和假身政变 海军的军备竞赛越演越烈 朝鲜于1894年爆发了东穴党起义 日本趁清政府出兵援助朝鲜平乱之机 也出兵朝鲜挑起战争 这是中日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中日战争 中国称甲午战争 朝鲜称清日战争 日本则称明治27、28年战争 西方国家则称第一次中日战争 当时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30倍左右 日本还不及中国一个大省的面积 而人口数量是日本的10余倍 那么当时的罪儿小国 日本是如何挑战万里神州中国的呢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 给了我们哪些教训和思考 这段不堪回首 不敢忘却的惨痛记忆 警醒着每个中国人